字幕提供 那這裡我們就要看 像剛剛的模組 還有套件管理 那 這些很多很多的名詞 你未來如果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一直聽到 但是通通都聽不懂 那很正常你現在可能已經懂第一個 現在我剛剛告訴你你懂第二個 但是後面這些你可能都還不懂 那其中也有很多我不懂的 我目前有用的只有 Browsify 其他我都沒用了 我只有用Node NPM和Browsify 所以這個很大 那 我20年前就已經學過 Galaspeed 了 但是這個東西一直在改變 那Node出現之後 就會覺得 變得更大 那我已經用超過三年恐怕不止了 四年了 那還是會有很多地方 你沒聽過 太多沒聽過 像最近 Angular, React, Backbone, Ember Backbone恐怕已經又被淘汰了 React是最新的 Angular是去年的 那 這些你不可能全部都學 你只要會一種就好 那當然除非你發現說 我那種不夠好 換這一種會更好 那我真的需要它 我就可以換 你要判斷是不是真的需要它 這你得要自己去清楚的理解它 才有辦法判斷 那在十幾年前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只要盯著微軟就好 但是後來蘋果出來 還要來Linux 整個世界就變得很多樣化 Android之類的 這邊有看到有 蘋果系列的iPad iPad iPhone iMac iOS iTune Score 然後Google系列的Android GA1 Play 最近還有Firebox 之類的 那 Amazon Amazon就是亞馬遜 還有EC2 那另外還有什麼 Arduino這種是 嵌入式板子 可以玩機器的人 樹莓派 然後Ruby Python Hexco 一大堆東西 我們其實 只要鎖定Nord.js 你就會發現 還有 async -underscore karma Mocha Kotoba Forever Express Core Connect Commander 一大堆 所以 你自己去查 35萬個以上 所以 我不可能 把它列出來 那 這些套件 通通都發佈在NPM裡面 Nord Package Manager 那 這個 就是 我們剛剛用過的 NPM Install RADASH NPM Install RADASH 所以它是一個指令 那它可以用來幹嘛呢 它可以用來安裝套件 發佈套件 管理套件 那什麼是NPM套件 基本上就是 你寫了一個模組 要給別人用 這就是一個套件 但是你要發佈之前 你要先告訴人家 我這個模組 到底是幹嘛的 所以你要寫一個 readme 還要寫一個 package.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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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給 Node的NPM看 然後 readme是給人看 就是說 我這個模組 是幹嘛的寫在 readme裡面 但是比如說 我這個模組的 庫存網址在哪裡 作者是誰 那些要寫在 package.json 裡面 那這裡 問題會稍微複雜一點 不過 你回去做一次你就知道了 那所以很多東西你現在聽 你聽完之後 你大概有個概念 但是你其實 其實 很快就會忘掉 除非你真的去做 你真的去做 你就會清楚 好 那現在 你就可以上NPM官網 去查詢你要用的套件 那譬如說 有一個叫numeric的套件 這是矩陣運算的套件 那我們就上NPM去看一下 NPM上面打Numeric 然後呢 就找到第一筆Numeric 然後呢 看一下它的套件描述 這個是做科學計算用 矩陣運算 然後矩陣相成 我們有請各位寫這種習題 對不對 但是你不用自己寫 裡面有 而且它寫得非常完整 反矩陣 然後SVD 分解QR分解什麼都有 通通都在裡面 通通都不用寫 那 有一些套件有官方網站 那 可是有時候 沒有 但是也有一些官方網站 本來有 後來死掉的 像Numeric 最近我就發現它的作者已經失聯了 不知道去哪 它的官網也死掉了 那 所以之前還有官網的 現在已經沒有 這是之前的官網 現在已經消失了 這個作者 不知道還活著還是沒有 都不知道 好 好 那這裡 是當初 官網還在的時候的狀況 那就算不在 你還是可以安裝它 因為它已經收納到NPM 它永久了 所以就算那個作者 真的消失了 你還是可以安裝它 它已經被納入到NPM裡面 那我也有發布一些在NPM裡面 所以你們也可以自己發布在NPM裡面 你只要 看完這個投影片 你就會 那 你可以 一般來講 JavaScript的程式有兩種 一種你要放在網頁裡面 你就直接下載存檔就可以用 但是 如果你要在Node裡面使用 你應該用NPM install 去安裝 然後 下載完.js檔案之後 的用法通常是 放在網頁裡面使用的 所以你要寫HTML網頁 這個是我們還沒交到的部分 那 你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是寫網站寫網頁用的 那你可以把Squid加進去 然後把那個檔案放進去 然後呢 這兩個放在一起的話 那 你的SRC這個內容就不用寫入鏡 因為它放在同一個資料間 然後呢 存起來之後 你用Clone瀏覽器去打開 然後 你會發現沒有東西 對啊 因為我裡面沒有寫東西 我只有一個空空的網頁 那可是呢 你可以 用開發人的工具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 使用那個 那個套件 因為你已經引用進來 就可以用 然後這邊就寫console.log hello 這個沒有用到 然後我就開始寫 numeric.add 把兩個項量相加 或兩個矩陣相加 或其他的 然後 他都會做正確的加法 懲罰之類的動作 那你也可以用 把結果 用document.write真的輸出到網頁裡面 變這樣 你在這邊操作 會輸出在這個網頁裡面 那所謂的寫網站是什麼意思 寫網站 有分前端和後端 這是前端 前端就是我寫網頁 然後在網頁裡面寫一些程式 可以操控這個網頁 讓它變來變去 後端呢 就是我要加一個伺服器 然後呢 伺服器 你連上去 他會傳回一些東西給你 那你也可以說 我用程式 要求他再傳回一些東西給我 或者我送一些東西給他 這樣子的話 你有伺服器 又有網頁 網頁叫做前端 伺服器叫做後端 那你就變成前後端都會 前後端都會的這種人 目前我們有一個專門的名詞 叫Fullstack engineer 全站工程師 這是大陸的講法 另外台灣的叫全堆疊工程師也可以 因為我們好像沒有翻這個名詞 或全端工程師之類 Fullstack engineer 那這個Chrome瀏覽器 開發人員工具 其實就是前端開發者會需要 很熟的工具 那你不一定要用Chrome 你可以用火屋 火屋也有前端的工具 那用IE當然也可以 但是不太建議 因為IE其實做得不好 那如果IE舊版的就更不好 IE新版的或許還可以 舊版的真的不行 那前端開發者可以 要使用套件 你就把程式碼直接寫在網頁裡面 就可以了 像這樣 Squid裡面可以寫一堆程式碼 就跟你在Node裡面寫字一樣 只不過你外面會有HTML Body什麼之類的 這是網頁基本要寫的 那程式碼就直接寫在Squid段裡面 你就可以操控那些網頁 那你開啟的時候 如果你有寫剛剛那段程式碼 你開啟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那也就是說 在網頁裡面直接做矩正預算 那這有什麼用呢 一般人不會這樣 但是問題是 你想做一個科學計算平台 你可以讓他寫程式 然後按下去 他就會開始算執行 印出執行結果或畫圖給你 這是可以的 那我稍微切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有 這個是我的網站 這個是我寫的一個 裡面就有用到Numeric這個套件的平台 是做科學計算用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執行按這個執行一下 那你就可以看到 下面的有一堆圖跑出來 剛剛沒有 那你這樣點下去 你會發現 OK 那這是 這是我自己寫的 目前用在科學計算課程上面的一個套件 然後你會看到像這樣 那這些是我寫的嗎 不是這些全都是套件 只是我把它包裝起來 讓大家很方便的使用 就這樣而已 那大部分都不是我寫的 可是你只要把它拼裝起來 就好用 所以在學校的時候 那時候常常是手工業 就是我們 我們 城市都自己寫 出去之後 你會發現是組裝業 我們都不要自己寫 我們都裝別人的就好 那 組裝業好 還是手工業好 那這很難講 看你 那當然 最好是 你 該組裝的時候 就會組裝 該手工的時候 還是可以手工 這樣是比較好 好 OK 那所以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 寫自己的網站 那你可以在網頁裡面 顧教這些套件的結果 然後看要做什麼 那通常 寫網頁的這一端的人 我們叫他前端工程師 那有前端當然有後端 那後端開發者目前 以JavaScript而言 最強大的應該就是Node 那以別的語言 還有別的平台 像Ruby 通常會用Ruby on Rails Python通常會用Django 那如果你用C-sharp 或VB 那應該就用IIS 如果你用 更原始的像Purl 你可能會用Apache之類 所以每一個 現在世界很多元 那 你要怎麼在後端開發Node的程式 其實你已經會了 就是安裝這個吧 然後呢 一直按下一步 然後出來之後就啟動 然後就寫一些Hello之類的東西 這你已經會了 然後呢 你可以安裝套件 就像剛剛我們做NPM Install Rodash 只是現在你可以安裝別的套件 NPM Install Numeric之類 然後呢 安裝完之後它會有一些Warning 這些Warning代表你沒有寫Package.json 所以你不能發布 但是你還是可以用 那你不能發布而已 這個代表說 你沒有寫Package.json這個檔案 你不能發布 一般都會認為 每一個人的專案都是要發布的 所以你沒有寫它就會覺得 你少了一點東西 好 那接下來你就會看到 剛剛我們因為用NPM Install Numeric 你的Node Module裡面 就會有Numeric這個Module 然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用 那你就可以require numeric 然後就可以開始用 用Numeric來計算反矩陣 用Numeric來計算兩個矩陣的Dot Dot叫點基就是內基 就是兩個矩陣相乘的意思 那向量有相乘 矩陣也有相乘 那你可以用Node Test 如果剛剛這個檔案儲存叫Test.js 那你就Node Test.js就可以執行 你可以看到A的反矩陣是這個 A和反矩陣乘起來是111 其他幾乎都是0 你看4.441乘以10的-16十方 這幾乎是0 所以它的反矩陣運算是對的 只是當然因為伏點數的關係 所以最後沒有很精確的道理 這是正常 可以正確執行 這代表你引用該套件成功 使用套件的方法也是正確的 這樣子還沒完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才剛剛開始而已 我們是要講模組套件管理的那些事情 那我們都還沒開始寫自己的模組 那剛剛我們已經教了怎麼寫自己的模組 就是寫.js程式 只是最後你一定要加上module.exposed的object 這樣子的話 那個object是你要匯出的東西 然後以剛剛的numeric例子而言 我們可以重新包裝 比如說我包裝一個叫jslab 然後我就直接require numeric 然後jslab它有幾個函數 第一個是IV 反矩陣 第二個是DOT 矩陣相乘內積 第三個是四串STR 然後它對應到 它對應到的函數就是pretty print 就是pretty print 印好看一點 它會把矩陣啊 向量這種東西印的好看一點而已 這都是numeric的功能 那我包完之後我就匯出 所以我用module.export等於你的物件 然後就匯出了 匯出完之後這個物件只有三個函數 因為我就只給它三個函數 我匯出的不是n 如果我匯出n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把numeric整個匯出來 可是我現在匯出的是jslab 所以它只有三個函數 那我們就是把numeric重新包裝 變成功能比較少 然後就匯出了 為什麼要變功能比較少 其實想不太通 這只是個範例而已 然後你就可以寫測試程式來測試 就是像這樣 然後它就可以用 沒有用 可是這個東西你現在是存在你自己的資料夾裡面 那它可以執行 可是這樣子的話 你沒有辦法給別人用 你是自己用可以 別人沒辦法用 那因為別人取不到你的資料夾 你資料夾在你的電腦 別人的電腦 根本就沒有你這個模組 所以它怎麼可能用你的 那這是為什麼要加點斜線的原因 因為是你現在這個資料夾 叫點斜線 那如果 引用系統預設的 或npm安裝的套件 像這個required numeric 就沒有點斜線 因為那是安裝好的套件 它會自己去找 在哪裡找 在node module裡面找 那這樣我們就學會 怎麼樣定義自己的模組 但是你要怎麼寫模組發布給別人用呢 這時候你就要寫package.json 那package.json怎麼寫呢 它是用來發布模組的一個檔案 它要記載套件名稱 版本代號 作者套件網址這些資訊 那你就有很多種方法 如果你寫習慣了 你不用這樣重來 但是第一次的時候你可以這樣做 那你寫習慣之後 就複製複製複製就好 然後改一下內容就好 那第一次你可以這樣做 用npm init init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幫你建一個package.json 然後根據你跟它的對答紀錄 它會把package.json建起來 你必須要回答一堆問題 問完之後呢 它會產生package.json package.json 檔案長得像這樣 這個是專案名稱 這是版本0.0.1版 這是它的敘述 這個專案做什麼用 這是它的主程式的檔案 是哪一個 這邊是它使用到的其他套件是哪些 所以你如果我今天打npm 我已經發佈成功 我打npm jslab的話 npm install jslab的話 那它會連newmarket一起安裝 所以你不用 不用說我一直在安裝其他套件 就不用 你只要安裝一個 全部都會進 那另外如果有測試檔的話 你可以寫在這裡 那如果你有專案網址 你可以寫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的習慣就是 專案除了放在 放在npm上面以外 你最好在github上面也放一份 這樣子的話 人家可以直接看你的原始碼 不用下載就可以看你的原始碼 而且github才是全世界最大的 城市交換網站 那npm只是javascript最大的 城市在裝網站 好這樣我們就可以發佈了 那你要先確定 你的名字沒有人用 如果有人用 你發布就會失敗 所以你要先確定 你的名字沒有人用 所以你要去npm上面搜尋 你要發布的那個名稱 如果它寫 sorry nonresolved for 這個 那你就知道說沒有人用 那沒有人用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進入發布程序 那發布之前 你要讓npm知道你是誰 所以你要做這些設定 那因為我是CCCKMIT 那CCC是我英文名字的縮寫 KMIT是我們學校的名字 從前叫KMIT 金門技術學院 後來改成RQU金門大學 但是我還是也用 金門技術學院的帳號 所以這個是我的名字 我的帳 Email 我的網址 那最後 打npm add user 它會把所有的user 加進去 那接下來呢 就幾乎完成了 你只要打npm publish 點斜線 點斜線 代表我現在要把我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所有東西都發布 哪一個資料夾 Jslab 以這個例子 就是Jslab這個資料夾 裡面的所有東西都發布 那你發布完之後 成功之後 你就再去查一下 你的發布是不是成功 如果成功的話呢 點進去看一下 你會發現 我剛剛寫的東西已經在裡面 可是 剛剛我們漏掉一個東西 我們只讓它有package.json 但是沒有readme 剛剛講過 package.json 是給npm管理員看 但是readme 是給使用者看 是給人看 所以它會告訴你說 error no readme data form 代表說 你沒有readme這個檔案 那你應該寫個readme 讓別人看看 所以你缺少了readme資訊 但是你的發布是成功的 沒有readme 人家就不知道 你怎麼樣用你的專案 那readme是一個文字檔 而且你可以用markdown這個格式 來寫 我們是不是有已經教過各位 gitbook gitbook所使用的格式就是markdown 所以上次已經教過了 不用再成這樣 所以它的副檔名通常用.md 所以你要寫一個readme.md 然後呢 像這樣子 我就寫了一個readme.md 然後 把那個剛剛的範例貼上去 怎麼使用 然後呢 這時候 你就得更新 重新發布 重新發布的時候 你要進版 前進一個版本 那本來0.0.1 那我要進版的時候 我打npm version page 這代表我要進版 然後呢 -m 這代表說 這一版到底是為什麼要加 為什麼要改版 所以你通常要寫一個訊息 這一個訊息 以這個例子而言 它就是本來沒有readme 所以現在加了readme 所以我寫add readme.md 加進去之後呢 我再打npm publish點節線 這時候呢 它就會 出現這個訊息 就是成功了 而且它已經進到0.0.200 然後你再查一下 你就會發現說 它已經上了npm 那這樣別人就可以用等號鍵了 這時候你使用npm install 如果jslab就可以安裝 不管是自己的套件 或者是別人要用你的套件 都可以 只要它打這一個指令 就會裝上去 裝在哪裡 裝在node module裡面 好這樣子 我們就講完 怎麼樣使用別人的套件 怎麼樣把套件發布在npm官網 那這只是開始 最好的方法還是你自己發布一個套件 你就知道了 怎麼做 照這個完整的做一遍 但是不要再用jslab這個名字 你改個名字 就可以 那這個 你還有很多很多 比如說你要怎麼設定其他欄位 怎麼樣子 用webpack 怎麼樣子放網頁資料夾 鑽寫伺服器程式 怎麼樣使用express core這種伺服器套件 怎麼樣子使用mango db 或postgreSQL這種資料庫 怎麼樣子把它放在雲端的eloku 微軟的azer 亞馬遜的ec2 或者是像最近google的firebox裡面 都 都是可能會要學的 不過一下沒辦法寫那麼多 就現在 好那這就是我們 今天 第八章的完整內容 回去做 今天的習題 就是 上次的習題 物件導向 這一張的習題 那 你不是寫了 寫了這些嗎 寫了這些嗎 當然不見得 每個人現在都已經寫完了 但是你如果有寫一題 那你就代表說你已經寫了自己的物件 對不對 那你就把它變成一個模組 用module.expose 設定成那個物件 它就變成一個模組了 變成模組之後你自己去使用一次 用測試打測試一次 OK沒問題 發布到NPM上面 所以今天的習題就是 請你把發布到NPM上面的那個模組 然後呢 貼到我們的習題區 也不用先貼習題區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學習履歷了 所以你就 你過去的作業 包含 包含今天的入口點 通通都貼到這個下面 用留言回覆給我就可以 我只要點進去 我就可以看到你的Gitbook 或之類的 Gitbook裡面你會有一張 就是你發布的套件 裡面會有一個連結 就是你會告訴我們說 怎麼樣安裝你的套件 你的套件叫什麼名字 我們怎麼樣安裝 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怎麼樣使用 我就可以照著安裝使用 如果你的安裝失敗就是有問題 OK 那今天我們的課就上到這邊 再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剛剛投影片也可以看一下 有問題的話 現在還可以問 有問題 就是 你現在被送人 等有wing 是 有問題 但是 這是 谢谢大家